5點18分來看天氣 我是吳宣彤 今天的天氣跟昨天大致上 都還滿類似的 降雨非常的少 只有在整個封面地區 有掃到的像是在馬祖 在上半天的時候 有一些雨勢 累積雨量33毫米 也不是到特別特別的多 而在午後雷震雨的部分 在各山區也有顯現 但是都非常的散 基本上降雨累積雨量 都不會超過50毫米左右 以一整天來說 但是這溫度還是滿熱的 像是在今天花蓮 有出現37.4度的高溫 而在大台北高溫 都有來到36度以上 我們來看到明天的天氣 您看到的 這一個是明天白天的天氣預報 基本上降雨 還是以午後雷震雨為主 各地都會有 不只在山區 北周南的平地也會有 但是也因為水氣變得比較多 所以溫度有略為下降 個1到2度左右 各地的高溫是33到34度 另外要特別提醒的 就是在迎風面地區西南部 可能在上半天 也會有一些零星的震雨 再來我們要看到的是 未來一周的天氣 大致上 禮拜四 禮拜五 水氣整體來說是比較多的 各地 午後雷震雨機率 都會來得比較高 但是到了禮拜六 禮拜日的時候 太平洋高壓有稍微的 犧牲過來 所以水氣會減緩 但是降雨熱區 還是比較集中在山區 以及在中南部地區 苗栗以南都需要注意 只是北部的午後雷震雨機率 就大幅的減低了 而到下禮拜一 二的時候 這樣子的情況 還會再更加的明顯 最後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這山山颱風 山山颱風 它雖然不會來台灣 頂頂多多 可能就會造成 在東北部地區 有一些長浪出現 但是未來幾天 如果你在日本 或者是你要前往日本的話 都要特別留意 航班上面的資訊 目前它走的速度非常的慢 都在十公里以下 而預計在明天中午前後 它就會進入到九州一帶 中心來登陸 但是其實在今天 就有帶來部分的雨勢了 在九州的雨很多 估計今天的累積雨量 可能在九州的宮崎這邊 就會來到三百毫米以上 提醒大家 未來幾天都要多加留意 而這個颱風 預計對日本的影響 會一直延續到禮拜六 禮拜日 所以這幾天 無論是在國際上面的航線 以及在內陸的鐵道度部分 都要特別留意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